愤怒了,他其实会在想要去改变 因为我在教小孩的过程当中,我是老师 如果我发现另外一个小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说他很生气,那我们就说,哦,我看到也很生气 这也原来我错了 就是只要是情,它都是有价值的 发生情 欢迎收看第二期 海曹老师的讲座 认识和发现情绪的正面价值 那情绪有很多的分类 当我们刚才讲的需求 当我们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是怎样的 是怎样 兴奋的,喜悦的 高兴的,快乐的,愉快的 还有感动的 对不对 我们都会有很多正向的情绪 当我们的情绪得到满足的时候 是不是 那当我们情绪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怎样啊 就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所谓害怕呀,担忧呀,焦虑呀,难过呀 妒忌呀,泪疚呀,等等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正常的 所有的一些情绪 对吧 很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哦,我今天还蛮开心的 这个话是不是经常会讲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因为正面的情绪我们怎么样 比较容易表达 对不对 但是如果现在说 我很伤心,我很悲伤 或者我很生气 但是我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 我们很难去把它说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甚至我们跟老公 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火怎么样 发给老公 这明明是你的不对 对不对 就会把火怎么样 把责任推荐给他 但实际上我们内在是有什么情绪啊 是有愤怒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 说老公你这样说 我感到很愤怒 你会什么感受 那那个人会怎样 他会发我吗 不会 对不对 因为他听那种事 里表达了内在的真实的感受 他觉得很真实 当人在谈感受的时候 心与心越来越近 大家记住这句话 当人去谈感受的时候 心越来越近 当我们跟孩子谈到 我们自己内在感受的时候 孩子就会感受到 你跟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这样的话他愿意跟你分享吗 愿意跟我们交流吗 愿意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自己也要学会去表达 我们的感受 我很开心 今天这个事情让我很开心 宝贝你今天的表现 妈妈感到很高兴 很开心 或者很满意 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我很怎样 我怎样 当我们感受到孩子 不听话的时候 宝贝你今天的行为 妈妈真的感到很失望 妈妈真的感到很生气 但是你这样说的话 其实我们内在有情绪吗 没有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情绪表达出去之后 我们自己会怎样 违规怎么样 违规平静 对吗 当我们自己内在 违规平静的时候 那孩子是什么状态 他本来是怎么样 他本来是害怕担心的 那妈妈只是表达了 他的情绪之后 他马上就会怎么样 平静下来 对吗 所以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要去 学表达 首先我们学会去表达 我们的感受 当然就 表达感受之前 我们首先是要去 觉察自己的感受 对不对 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们可以先退一步 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感受 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呢 还是我 我自己内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此时此刻 是不是很愤怒 当然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但今天我们上了课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会 带着一种 觉知 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 当我们带着觉知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自己 多一份觉察 当我们带着觉察去 感受自己的时候 让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 发生的时候 流经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 我们就开始平静了 然后我们再通过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这些负面的情绪 情绪的背后 它其实都有一些正向的意义 那愤怒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给我们一个改变的力量 对不对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对当下怎么样了 是很不满的 或者他因为 就是刚刚就是第一条 对 当我们愤怒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其实我们内在是什么 是有力量感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对当下的状态不满意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愤怒 所以我们内在就会有 一种改变的力量 对吗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 其实看这愤怒背后的 一些正常的意义 那么痛苦的时候是怎么样 当人处在很痛苦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也是想怎么样 也想去摆脱 对不对 它其实内在也是有力量的 对吗 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到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们也想去 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去改变 去减少我们这个焦虑 正常的意义 当焦虑的时候 要说明当孩子 他重视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看到 这个孩子紧张焦虑 背后的正常意义 也去看到我们自己 当我们自己出在一种 焦虑和紧张状态 我们自己也在 在告诉我们什么 提醒我们什么 还有困难 恐惧 就是恐惧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在 也是在寻求一种方向 当我们内在有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去突破 对不对 找到一种方向 那失望是一样的 悲伤 悲伤中 其实给我们力量 当我们内在有悲伤的时候 它其实是 是另外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要去看到 我们的这个 情绪背后的正向意义 当我们看到 情绪背后正向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 就会去 对孩子的负面情绪 感同身受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可以哈 对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 这个情绪背后的正向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同身受 好 那妒忌呢 其实它也有 它有一些正向的意义 因为我妒忌你 那说明什么 我也希望我更好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要去觉得 就是孩子有妒忌心的 不要去评论 你怎么这么 喜欢去妒忌别人呢 那孩子就会怎么样 因为孩子的感受 此时此刻被你走定掉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孩子妒忌别人的时候 说明他怎么样 他想上进 所以 你会怎么样去说比较好 会把孩子的这个正向的意义 妒忌背后的正向意义 把它表达出来 对吗 那委屈呢 委屈当然是孩子 对父母的这种情节哈 那其实让我们 在我们生活中 大家 我想了解一下 大家 有没有在生活中 有会有委屈的情绪 有 在这场生活中 其实我们都会有委屈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父母那边 有很多的需求 你得到满足 那委屈的情绪 其实是来自哪里 其实是来自父母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除了父母之外的 人际关系当中 你也会产生委屈的情绪 那就是你把 给你谈话的这个人 投射为你的父母 所以大家可以带着这种觉知 今天经历了解之后 大家可以带着这份觉知 去觉察一下内在 自己内在 到底在发生什么 所以 当我们看到孩子悲伤 当我们看到孩子愤怒 当我们看到孩子 妒忌敌人的时候 现在家长们 当你了解他情绪背后的 这么多正常意义的时候 我们 词词词会是什么感受 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对不对 哦 孩子愤怒了 他其实会在想要去改变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孩子情绪背后的一些重面动机 我们就要及时给他什么 肯定和鼓励 对吗 好 都拍了吗 谢谢 好 那我们到底 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 那刚才除了 接下来要讲四个步骤以外 其实 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步骤 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怎么样 除了说出情绪之外呢 首先要怎么样 觉察自己的感受 觉察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之后 我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让自己马上能平静下来 然后 我们才能够心平气和的怎么样 去跟孩子做什么 做沟通 对不对 如果我们自己还在气筒上 我们跟孩子能好好说话吗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首先 我们在做孩子的这个情绪的之前 我们先安顿自己的心 先 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先退役 去觉察他自己 到底是自己有情绪了 还是孩子的情绪 对吗 好 那处理孩子的情绪 怎么讲呢 就是首先 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 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孩子的 当他的情绪 他的需求没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的 要去觉察到 他是什么样的情绪 如果我们当自己的情绪 我们没办法去理解这个情绪 没办法去看到这个情绪的时候 其实上我们是没办法读懂孩子的情绪 可以理解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说 我们理解了这个 孩子的一些负面情绪 我们甚至理解了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里面 有哪些的一些种类的话 我们就知道 当孩子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就能知道他是生气了 对不对 而不是说他悲伤了 或是怎么样 其他的情绪 对不对 当孩子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孩子说 我感受到你很生气 就让孩子一放学回来把树包一扔在地上 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此时此刻 我们是 心态是平静的 我们就会说什么 就会这句话 哎宝贝你怎么了 我感到你很生气 那孩子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孩子的话 你会怎么样 会一下子放下这个情绪 对不对 如果孩子一放学回来 就把树包往地上一扔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责备 责备 你怎么了 神经病啊 怎么把树包往地上扔呢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甚至老公把衣服到处乱扔 你看你经常把衣服到处乱扔 会不会这样 会这样对不对 因为我们内在是什么 其实我们内在对老公是有情绪 生气他这种行为 对吧 那我们看到孩子把树包一放学回来 不把树包放在该放的地方 扔在地上的话 当然也会有情绪 对不对 但是我们去 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内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得平静下来 我们就会跟孩子说 哎 宝贝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很生气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当我们愿意把孩子的情绪 表达出来的时候 孩子是感受到自己被感知了 那孩子不说 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你可怕怕怕怕怕怕怕 你经常是怎么做的 那我说你要好好刷 不刷牙对牙齿不好 他就发脾气 你看妈妈说 你为什么要发脾气 刷复化的模式里面 你谈到感受了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老师 孩子说 他已经表达说 妈妈我很累 我不想刷牙 那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句话 其实很简单 哦 确实我看到你很难 他会怎样 就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怎么样 被捅你了之后 他就会怎么样 哦 感觉到自己被倾听到了 被理解到了 对不对 其实接下来可能孩子就会怎么样 就会规律给我怎么样 去刷牙 去刷牙 是不是 好 但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去接了 去看见孩子的情绪 然后去把孩子的情绪去表达出来 只要重复说 孩子说我很累了 我很困了 我很累了 或者我很生气了 那就是你就很简单 从我看到你很生气 我感受到你很累 对不起 好 接着这个案例一起跟进 可以 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方法 做一段时间以后 我会发现 就是孩子有时候会等待我们在这里 给他解决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会 放开一下 我就说 OK那你很累 我就走开 可以啊 那你做得很好啊 我觉得说 一直去跟进他这个 Full up他这个问题 那他会倾向妈妈越来越多 就是 嗯 什么都找你自己 找妈妈 或者是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因为我在教小孩的过程当中 我是老师 对对 我发现 另外一个小孩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很 有时候会纠结 做到哪一个度是合适的 就是你说 有时候看到他书包一丢 嗯 我没有讲任何话 我也走开 嗯 可能有时候他自己只是想发泄一下 我觉得说 有时候发泄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必要 那么每一次都在乎 所以我现在很难去 control 这个度在哪里 摸索探索不到 嗯 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就是当这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你去跟他去沟通的时候 他还有情绪的时候 他还有情绪的时候 可以分两步 第一 你可以让他自己 你可以把它 但是这一步还是需要的 就是说孩子 我看见到你很生气 你需要帮助 等会我讲完 把这个讲完再跟你说 分享一个案例啊 对 他讲的那个点也很好 我待会再补充 待会再回来吧 然后就是说 我们看到孩子生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要把孩子的感受 说出来就可以了 他说他很生气 那我们就说 哦 我看到也很生气 这也这种方法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做心理咨询 其实也是一样一个来访者 他过来找我们 其实我们的方法也就是说 去从理他的感受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被怎么样 被信任被接纳 他就愿意怎么样 可以继续往下面去讲 对不对 我们把孩子的情绪说出来之后呢 孩子就会感受到自己被同理的 被信任的 他才愿意去跟我们讲下面的事情 大家有这样的体会吗 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 有对不对 当我们去把孩子的感受 说出来的时候 孩子就会 哦 今天你知道吗 小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会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把一些事情说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妈妈说 哎 你怎么 把这个说话断除乱人呢 赶紧赶紧把它收回去 那孩子这个时候 他可能有时候 可能不紧不听 还会怎样 还会继续怎么样 更生气 对不对 所以当孩子 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情绪 然后接览了孩子的情绪的时候 孩子他愿意坐下来 去跟我们讲 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先处理什么 先处理什么 先处理情绪 对不对 把孩子的情绪 先安顿下来 然后我们再去问他 到底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你不用问他 他就会自己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他想表达事情都说出来 甚至他在说的过程中 他其实自己都能找到答案 有这样的经历吗 有对不对 那还是在 他讲的过程中 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有情绪 但是他通过他的语言的表达 他其实在做什么 做一个整理 对不对 他在说的过程中 他就会怎么样 好像自己会找到答案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 我们要去相信孩子 内在是本质富足 他其实他有自己的智慧 我们并不需要说 哎呀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就给他很多的建议 对不对 当我们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最不能做的 就是给他建议 给他方法 其实你就把他的情绪引导下来 可能让他慢慢听他去剪 他就会可能把他的情绪 给平复下来 同时他自己就会怎么样 找到的方法 其实孩子并不需要你 并不需要你给他方法 他知道吗 知道 知道对不对 因为学校的情况 他比你怎么样 了解 比你更了解 对不对 他只是希望做这个事情 让自己觉得情绪上 有一些 有一些 低迷 他只是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去倾听他的情绪 表达 让他的情绪能够被看见 当他的情绪被看见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平复下来 他的内在的智慧就怎么样 就会起来 他就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去找到这个答案 这个可以理解吗 可以 对 好 第三步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要去认同 孩子情绪里面的正向力量 就是我刚才讲的 情绪它是有它的正向意义 对不对 那当我们看到孩子愤怒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讲 我感受到你的愤怒 同时也感受到 你想去改变 想去做一些事情 去把这个情况 翻转过来 把它流转过来 当孩子感受到 你认同他的感受 同时又看到他的情绪背后的 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 孩子会怎么样 会有安全感 会有安全感 他会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了 对不对 被鼓舞了 对不对 他内在的力量就会怎么样 得到提升 可以理解吗 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去说出孩子的感受 然后去肯定 孩子感受中的正向意义 或者孩子跟你交友的 过程中的正向的分析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场生活中 我们就会看到 孩子有不良情绪 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他骗 你看你这样做 当然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去找老师 对不对 会不会这样 经常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这样 就觉得我是家长 我说的东西都是对的 是这样吗 其实孩子往往就是我 其实在生活中 孩子是 其实孩子是我们父母最好的老师 大家认同吗 是 孩子在我们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教会了很多东西 孩子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让我们不断地去成长 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看到自己的优势 看到自己的成长 对吧 就像以前 我不太 我不怎么会做饭 然后呢 因为有孩子 我要保证他的营养 身体健康 那我开始要学会怎么样 学会去做饭 久而久之后 我的饭就做得怎么样 就做得很好 那别人说 你都可以当厨师了 我打个比方 那其实是谁让我今天有这么高的成就感和幸福 其实就是孩子 对不对 对吧 孩子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很好的老师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去照见我们自己 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当孩子有不良情绪的时候 行我的时候 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累在 发生什么 是我在最近的几天里 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影响到了他 所以 当我们带着这份觉知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看到了孩子的情绪 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平静的去引导他们 甚至看到孩子 平时觉得他不能接受的行为 此时此刻我都可以接受 可以吗 可以 OK 好 然后当孩子的情绪被接了 当孩子的感受被接了 当孩子的正向东西被肯定的时候 他会去跟你探讨 他该怎么做 他自己会找到方法 不需要我们找到方法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去引导他 那你接下来 你想他怎么做呢 我们只是做教练 如果我们一个孩子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下一期如何帮助孩子管理情绪 之做孩子的教练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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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